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再套一 隔着口罩也能感受到一张张布满岁月痕迹脸庞的笑容 却不曾细想他们背后的所忧所苦 路过88在6年前失之症 我当初很懊恼的选医的记者没报 提早发现 然后我都忆悦症 根据资料统计 所以81岁到85岁以及86岁以上的长者 有忧郁情绪需要求助专业比例 分别高达18.2%以及14.6% 明显高出许多 这个一定要拖 长辈一定是很多担心担忧嘛 而你的问题呀 然后其父的家人的经济的 你怎么用一个不胜向的想法去解决困难 这内课程的目标是为了延缓失能 针对长者与青年设计的课程 内容有所不同 面对长者需要将艰难的词语 转换成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 才能引导他们更进一步思考 现在担目的记者 也比较对自己 适者还会比较释怀 我的个性的问题 让我的婚恋会走得这么不顺利 不够在这年检验课的时候 解开我那一切 我无法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看见这些长者的心境与改变 证明他们所需要的 不只是物质上的关心 他们更是需要家庭的温暖 以及更多的陪伴 记者陈安婷 张佳妮采访报道